哈囉大家好我是吸血鬼祥靈 我挖了一下礦因為因為那本 那本書被我留在的上面了 那個接下來會需要消耗很多的礦 尤其是呢我們會需要這個黑曜石 因為我 我接下來要升等級了嗎 要再升級要做其他的東西必須要使用黑曜石來製作 黑曜石可以製作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金錠的話我也有挖到一些啦主要是要挖鑽石才能夠來挖黑曜石嗎 所以旁邊這邊剛好有一攤岩漿我就把它給挖了 嗯 小麥已經算了我已經不想要把小麥給拿回 是骨粉好像比較不重要算了這邊的骨粉可以那個種吹出更多的小麥嗎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要怎麼上去喔 身為一名 身為一名吸血鬼還要像這樣子 瘋狂拼命的挖礦才行喔 天啊我到底現在該怎麼出去啊 啊 應該先回到這邊去的 那邊有一條直直的路嗎 一條直直的路應該是從那邊來的 就應該從那邊回去 為什麼會有啪啪啪的聲音在這邊 剛剛在挖礦的時候我沒有帶著耳機 聽不太清楚啊 現在被我聽到了 原來有啪啪啪 原來是有的 欸喔這邊就有一條直直的路了對吧 所以我絕對從這邊挖過來的 那因為這裡面超級暗 超級暗所以也是瘋狂的生怪啦 那我現在只要一上去呢我可以再生一級喔 因為他只需要五個人類心臟嗎 我現在這邊有十個 當然也是被有吃掉了好多個 呃 人類心臟的話呢只要去打那些吸血鬼獵人就有啦 其實還蠻容易的 挖一下 既然被我看到的話 好所以我應該從這邊來的吧我才會忽略掉那一個 那鐵有的時候我大概就不會挖了 雖然說鐵接下來一定要需要很多啊因為 他那個要做一些那種柱子是需要那個鐵磚的啊 很恐怖啊 我應該這邊挖上來的 喔看起來是了 對 我找到路了 我終於找到路了 是這邊的吧 放大一下來看 好像還不太確定了 應該是這邊沒錯了啦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呃一定是這邊啦一定是 真的是嗎 好這邊 等一下我繞了一圈回來了對不對 我繞了一圈回來了喔真糟糕 我得再去找一下路了 好是這邊吧 喔是這邊了對了對了對了這邊就對了 這邊就對了 喔我的天啊 終於是可以上來了 然後接下來上來的話呢 我已經消耗了蠻多的血量了 我曾經中間也都是往旁邊挖過去嗎 也是為了要找礦了 就 原本好像看這旁邊這邊過去有一點 那個什麼 有一個礦坑在那邊吧 結果進去探了之後他裡面只有一點點而已啊 並沒有說很多 這邊的話我到時候應該也是要放一個樓梯在這邊的喔 還有就是我的空間呢應該是要挖大一點了 我應該要設法再挖的大一點或者說再挖的深一點啊 那這邊呢原本說那邊繼續往下去是還有一個礦的嗎 但是那個礦呢其實蠻小的 就這個礦坑其實蠻小的 後面那邊可以繼續深入的地方也不多 真的也不多 所以呢我也把它探完了但是這個就留著吧 我也不想要說他們就往太往深處走 那這裡面已經有這麼多的 呃 動物在這邊了 應該是可以繼續餵了 喔 胡蘿蔔在手 先來餵一下好了 有挖礦真的挖了很久了 非常非常的久 來吧 來吧 所以可以這個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不行 這個 都不行 這剛剛已經飼養過了OK了 好 所以我把我的一些血呢 先注入到這裡面然後吃下人類心臟 啊全滿太好了 那接下來的那個儀式呢我們要升級的話會需要五個這個人類心臟啊 所以我原本打到了有13個 不過在我挖礦的時候挖一挖打怪打一打 我的裝備大家看 其實我的裝備耐久度真的掉了會很快 這都已經一半了這已經剩不到一半了這四分之一了好像還不到四分之一 這個裝備的耐久度也是下降的很恐怖的啊 這邊有三個把三個也給他拿去燒好了 這邊繼續給他燒 所以我這邊到底總共有多少個 鐵錠啊 128個再加21個 149個嗎 打怪的時候有掉一個馬鈴薯所以這馬鈴薯也可以拿去種的 那現在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要做第2個箱子才對啦 對 我得做第2個箱子出來 很好 放一下放下去 OK 這邊就是我健養的地方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從這邊應該也要封起來才對 雖然說 路上應該是不會 就是擔心會有些怪會從這邊衝出來嗎 會把我這邊給炸 那就麻煩 恩 好啦現在是說 我想應該先把禁令拿下來 然後我要先來製作這個東西喔 這個 然後呢 再來會需要做石磚 所以我會需要這個 我先把全部做成石磚 所以有64個石磚出來 然後我要按照那本書的牌法 那本書在這裡喔 這邊有寫到 把它拿出來吧 好多東西喔 先往裡面放一下 有另外一個充滿的這個血瓶先拿出來 以沒有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先喝這裡面的就行了 這些先稍微放一下 鑽石也放回去一下 鑽石主要是為了做這個啦 鑽石鎬而已啦 然後來挖黑曜石 主要就是那個墓地 好 差不多 準備好了 這些全部先丟一下好了 東西實在太多了 好煩 好 完成了 我們看一下這本書喔 這本書的話呢 還要做這個東西 要做4個吧 我看一下喔 一開始我們要升級嗎 我們到 等級 升到等級8 喔 我們升到等級9之前啦 就是我們 要到等級8 要升等級9的時候也是啊 就是要使用這種排列方式喔 那是要 兩個石磚疊起來的 兩個石磚疊起來的 所以我們總共需要8個石磚還有這個 這個要4個 那個 監柱狀的東西 總共要4個 那我看我這邊能不能做得出來 那個需要4個 那就是這個 這個會需要4個 喔 天啊 喔天啊 喔天啊 好 做出4個這玩意兒了 我這邊等下37個啦 然後我要找一個 夠高的地方 對 我得去挖一個空間出來 在這裡面嗎 要跟他們一起嗎 也好啦 這邊的話 我就到這邊來 高度好像也夠 我把從這邊挖進去一下好了 我把這邊挖出個空間出來 好啦那因為 這個儀式呢 他 到後面這個 他說這個一定要 面向北邊才能夠來 像這種方式來 製作啊 所以我現在就先面對著北邊來製作吧 未來只要稍微改一下 啊就可以了 那他要改法就是 這邊要再多一根柱子啦 就是他這邊兩個出來 這邊要再多一根柱子 這邊兩個過去 這邊要再多一根柱子 所以我這邊應該還要再挖過去 但是 在目前的狀況呢 還不太需要那麼做 目前的話 像現在的這個空間就夠 我來 這個 做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先 把這邊的該架的東西先架起來 目前的空間算夠 我就先挖這樣就夠了 那這邊是在對角線的地方 我好像太過去了一點 是在這邊才對 我 這個我弄錯地方了 所以我看能不能把他給 應該是把他挖下來是沒問題的吧 我還是用鑽石鎬 沒問題了 太好了 還好還是挖得下來 不要跟我說挖不下來就行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最後的石磚 對角線這邊放一下 然後這個把他給放上去就行了 OK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已經把這個 疑似該弄的空間先弄出來了 這個還真的還蠻佔空間的 到時候我這邊還得再挖一層進去 然後這邊 到時候呢 在這個地方會再需要 立一根起來 然後這邊的空間可能就有點小了 所以這邊我再把他挖掉一下好了 這算是我的秘密基地啊 我的秘密執行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這個東西都已經架好了 完全按照他的 這個步驟架好了 那我們一直往上面升級呢 我們 在升到第七級 第七級的時候我們還是要使用的是 模式一的這個 東西嗎 只是說 後面的東西要改成鐵磚啦 就說這兩格高的東西要改成鐵磚啦 那等到我們到了 等級9 要升等級10的話呢 就會需要等這個第2種這個啦 那他是需要三格高 所以這邊會叫三格的鐵磚 那這邊要 這麼多的鐵磚 所以我們會很需要很需要的去挖礦的 那總而言之我們目前 先看一下 我們目前是等級4嘛 所以等級4的時候我們不需要任何的這個純淨血 然後我們需要5個人的心臟就可以讓我們升級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對他點下右鍵 會出現這個界面 那這邊就是放純淨血的 那這邊就是放人類心臟的部分 所以這邊要放5顆進去 5顆人類心臟在這裡面 那這個不用管他 這個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幹嘛的 那這邊就是放純淨血的 所以都完成之後 我們只要按著shift然後對他點下右鍵 他就模式就會開始啟動了 儀式就會開始啟動了 4根這個柱子 會開始有一根 集合出一個光柱 然後打在我的脖子上 不管我往哪個方向走他都是打在我的脖子上 這個儀式只要結束我就會升到等級5了 這個感覺真是 太奇怪了 我可以到等級5了 那到等級5目前還沒有學到新的招式 是要到等級6還是等級7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學到新的技能了 是的 那時候我們可以學到新的技能 那目前還沒有了 所以 接下來我們如果說還想要繼續升級的話呢 看一下 就需要一個純淨血了 那這個純淨血呢 我們要去打 男爵才會有 那個男爵好像很難打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男爵好像是非常難打的 反正先試試看吧 男爵會出現的地方呢 應該就在吸血鬼森林那裡面了 那這本書我還是先放著 因為我遭遇不測對不對 我遭遇不測 我身上的東西都噴光光啊但是 至少我可以保留好多東西下來 這什麼人類心臟還是留著好帶著熱弓什麼紅死啊 以免我身上的東西都噴光 這些 木頭我現在還夠所以這個先留著 那這個要帶著那這個是我要喝的 就像這樣放著OK 這個鏟子應該用不著 所以我身上已經沒有什麼好東西了嗎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我補血的東西 那現在的話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天亮了耶 不知道有多久天亮 看一下月亮的位置月亮呢 我現在還看不到月亮 現在因為是在下雨的關係 那就 改變一下天氣好了 我要看清楚月亮的位置在哪裡 月亮在那邊 所以現在才剛到晚上而已 剛到晚上所以我們可以出發 所以我們可以到那邊去打一下 先射這個 把它射死 OK 我們要打一下一些吸血鬼獵人喔 順便多拿一些這個心臟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當然就拿著這把劍就好啦 因為這把劍他是完全不會掉耐久兔的 我之前那把鐵劍啊很快的就那個很快就壞掉了嗎 唉唷 我剛剛怎麼 好像很常會砍到那個奇怪的地方去了 尤其是砍到那個草上的時候 草就會代替他們承受傷害 蠻討厭的 所以剛剛打那兩個居然運氣很好啦 就已經掉了兩顆心臟啦 這邊繼續打一下 給我心臟給我心臟 接下來的路上我們要繼續升級會 有一些等級算不需要心臟但是還是有一些會需要五顆心臟的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也要吃嗎 啊 啊 啊居然都沒掉了 那我們動作也要快了 不要說一直在外面這樣打混了 還有耐久度也是一個問題喔 那我們直接從那邊殺過去吧 因為從小地圖上面來看啊 呃 小地圖上面來看旁邊這邊就有一個這個森林啦 那吸血鬼森林裡面的我看看會不會找到那種 好像很多都變成僵屍了這個村民 真的好像很多變成僵屍啦 真的好像很多變成僵屍啦 我看看他會不會有一個城堡這個這個裡面的喔 這有一個虛弱的心臟喔 虛弱的心臟他為什麼 喔他是vampire村民 吸血鬼村民 吸血鬼村民不會被攻擊的 好多變成僵屍村民的 這個村莊其實已經遭殃了還蠻慘的 主要主要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一直待在附近的關係 為什麼會有 喔喔喔喔 不要這樣 所以裡面這個也是吸血鬼村民喔 對 都是吸血鬼村民啊 都是我害的嗎 一定都是我害的 好的我們來殺進去這邊 喝飽 喝飽就可以殺進來 OK 不太清楚這裡面會不會有那個城堡 那邊是鬼魂 鬼魂我盡量不打吧 男爵出現了 雖然等級1的男爵有沒有 那男爵好像很難打 那他的附近會有這個 小傢伙在喔 跟在他的附近 所以我先拿劍射他 OK射到他 誰打我 鬼魂居然會來打我 鬼魂怎麼莫名其妙都打我了 鬼魂死了嗎 鬼魂好像死了 那這個男爵 男爵最好不要靠近了 可以看到他男爵 他還有這個小蘿蔔 男爵真的 男爵其實很強的 還有當我們如果成為 有幸成為吸血鬼大王的話 好啊 我在這邊射他好了 我就在那邊射他就好了 靠近他我怕他太強 他好像不會過海 他不會過河 誰來打我 誰來打我 他的小蘿蔔 他的小蘿蔔 他的小蘿蔔會過河 他不會過河 這是怎麼回事 又來了 他的小蘿蔔 他會一直不斷召喚 他的小蘿蔔出來 那我在這邊先用劍射他就行了 給我後退 他召喚好多小蘿蔔 這個男爵真的不好打 要升級還這麼不容易的 這升級真的不簡單 不知道會不會 他又他又生出了小蘿蔔 他剛從他的 兩股中間就生出了小蘿蔔 他他 他又過來了 把他射回去 哇 果然就是用這種遠程攻擊 他是最有用的 他會死了 他會死了 我只要過去補他個一劍 他大概就死了 最後我想要用補的方式 補死掉他 死吧 他掉純淨鞋了 OK然後他的小蘿蔔也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我成功的解決掉了一個男爵 太棒了 太棒了 用比較 無恥的手段解決掉他 所以有解決掉這個男爵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一次的升級了 只是我想要在這裡面再多逛一下 我把 後面都先探出來 我把後面探出來 看看會不會有那個城堡 如果有城堡的話 之後就是從這邊 就應該 在那個城堡裡面就會有那個 我剛砍死了 會有那個德古拉 就有德古拉的傳送門可以進去 那我自己是另外有開一個存檔玩過了 那個 所以大概知道那個流程是怎麼樣 又有一個 可是我們只需要一罐純淨鞋就好 所以那邊那個男爵應該也是男爵就不用打 這個男爵 暫時先不用打 我們只要有一罐就行了 把這個砍死了 繼續跑繼續跑 我暫時先不打 我們只要有一罐純淨鞋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男爵也不是說那麼難出現的 不過我覺得現在比較難出現的好像是 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城堡了 不然就是另外一個方法 我得合成出那個 眼睛 要合成出一個就是類似那個 呃 終界珍珠嗎 然後跟那個 烈焰粉合成 也可以出現那一種一種那一種眼睛 不過是跟另外一種材料合成忘了是哪一個材料 然後 好像就是要跟一罐血罐吧 好像是跟一罐血罐就可以合成出來了 先把這個砍死吧 這鬼魂都來了 天啊鬼魂 鬼魂 鬼魂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的鬼魂 去死 去死 好像死了 好像死了 OK 太棒了 為什麼在這裡面也要出著這個 喔因為這邊是一般的地面 那目前我還沒有可以復活他們的那個招式技能 那個技能要到比較等級高一點的時候才會出現了 啊到底有沒有那個城堡出現了這後面都還是 繼續逛繼續逛繼續逛有沒有城堡 希望這裡面就有城堡了喔 我先繞過去好了 這些喔喔喔 不要再打我了 喔我待在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我待在這裡面我不知道外面天亮了沒有 好這邊的鬼魂都會來打擾我 我目前在這裡好像沒有城堡 那個城堡其實很大一個 很大一個 所以說 很容易就會看見 這邊好像沒有 只能看說上面這邊會不會有 但我現在我現在要先回家去我不管 這裡面的東西太多了而且 隨時可能會天亮 我現在還不知道時間是 現在是何年何月我都已經不知道 先走了 那個男爵其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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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先跑先跑 喔這個男爵 喔這個男爵 前面都是啊 喔喔喔不喔喔不唷喔不 快點出去快點出去就對了 你千萬不要一順 一次就面對這麼多的男爵 怎麼男爵都出現啊 等級2的男爵也出現啊 快跑快跑快跑 我剛剛是有拿到純淨寫啊 對有個等級1的純淨寫是有了 快出去快出去了 先喝飽一下 喝飽一下 应该没有在追了吧 很好没有在追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外面好像是天亮啊 真糟糕 是吗 还是天黑的还好险好险 快天亮快天亮了 快天亮了快点走 这里是哪里啊 村庄在哪里 村庄在这里 不是这个村庄吧 我已经乱了 村庄是这个对 所以我要下去那边 真糟糕 所以我要往这个方向走 这样就可以回到家了 重点就是要先回到家 是可以变成蝙蝠啦 我是不是变成蝙蝠飞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比较快啊 变成蝙蝠飞比较快 啊我刚好天亮了 啊啊啊啊啊 不过我看来好像还没有掉血 它是不是都不会掉血啊 啊会有虚弱效果 一些不好的效果 是不是不会掉血 但是会有很多这种 不好的效果出现了 好像是哦 如果不会掉血的话 倒是可以一直说晚上 呃白天就带外面也没关系啦 如果不会有不好效果的话 就不会掉血的话啦 有不好效果倒还好 至少说不会晚上刷一堆怪对不对 我还得跟那些怪拼命 好了 这样我已经拿到了一个纯净血了 等级1的纯净血 我就赶快先回去吧 呵啊 那这个血瓶我也可以先 哦我先回去好了 不要在外面看 要是等一下 真的说待的太久 我开始掉血就不妙啦 或者我自己就忘了就不妙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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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 Block 好了回来了 所以这个血瓶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不能拿来合成什么东西 这一个纯净血呢 不能拿来合成什么东西 奇怪了 我有沒有那個珍珠啊 有欸有一個終界珍珠 他跟烈烈粉可以合成一個終界之眼 欸這邊也還是沒有 欸奇怪了 難道等級要夠才能才能合成嗎 外面下雨了我想說怎麼聽到奇怪的聲音呢 呃在這邊的話先看一下我現在等級五嗎要升到等級六的話我們需要一個純淨血等級一純淨血然後不需要心臟我們可以升級了 再來 再來就需要五個心臟還有一個等級一的純淨血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去打一下 那現在我要先找的是那個 呃這個 就這個 血之眼喔 血之眼他是說可以像 他是用終界之眼加這個 終界之眼加這個就可以合成出來啦 所以要先做出終界之眼所以 喔也還是需要烈烈粉就對了 那我們還是需要烈烈粉 好 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我們真的還是得去地獄一趟 還好我有多挖一些黑曜石起來有沒有 好 不管怎麼樣呢我們現在只需要的是純淨血 我們就可以再升一級了對不對 好的 然後升級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那個 血就可以補滿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就把一些血先注入進去 不要說注入太多好了 像這樣 我們再來用這個純淨血來升級一下 再來這個儀式這邊 那不需要任何的心臟我們只需要一個 純淨血 等級1的純淨血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Shift加右鍵 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如果說有出現這一些紅色的小點點 在往那個四根柱子跑的話就成功了 不然的話他好像會用文字顯示的方式顯示說你還缺什麼東西 升級升級 升級 血有辦法全滿嗎 血有辦法全滿嗎 不是血全滿了是我的保持度好像沒有全滿了我已經等級6 等級6目前也還沒有學到什麼樣的在技能 然後我現在跳的高度 有沒有在比那個之前還要再來的高一點 然後那個畫面的顏色會變得比較詭異一點的樣子 好像也沒有說比較高多少反正我先把血全部注進去然後我吃一顆人類心臟 OK 太完美了太完美了然後我睡一覺 之前要回來的時候居然 飛到一半然後剛好天那個 天就亮了 現在到底跳多高啊 我應該還是要放一個 方塊出來的 放一個方塊起來 再放一個好了 然後看 現在跳兩格高一點 還沒有到好像還不到2.5格高 現在不到2.5格高 然後繼續升級應該可以繼續再跳更高了 不過現在已經看起來又跳比之前 還要再高那麼一點點了 哇 哇這邊已經全部都長起來了真好 動作還真快 那我們繼續收一下這邊的東西吧 因為這些東西太重要了 是讓我們餵養 喔這個胡蘿蔔也好 所以我應該要開闢另一個農田可以來那個 弄這個胡蘿蔔的 那我們可以養豬了 這樣的話我們吸血劍就可以好好的去吸血了 最好是養到動物的數量呢 直接都夠 對不對 數量 直接都夠 然後可以直接拉吸滿到一百的血 然後可以去沼澤那邊使用那一個 那個東西 很好 很好 到時候會開闢另一個吧 那這邊全部種小麥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太棒了 身為一個吸血鬼我們居然還要像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已經到達等級6了 等級6之後呢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去 再再去打那個男爵嗎下一集再說囉 這一集的話呢我想 時間上應該也差不多了吧我來這邊餵一餵這邊的 動物們 餵他們吃飽 餵他們吃一下 希望這裡面也不要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就好了應該不會了過來吧過來吧 你們可以生了沒有 可以了 太好了 所以接下來是這邊的 這兩頭牛 可以 再是綿羊 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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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 這隻 有了 所以這 哎 剛剛怎麼有牛皮 為什麼會皮革掉到地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皮革掉到地上的 死了嗎為什麼會死啊 這是為什麼 我沒搞懂為什麼 那邊還有一頭 豬過來 然後這下面應該還有一個 被埋在那裡面的 被埋在這裡面的這個 他應該還可以 對沒錯 哎 剛好我的胡蘿蔔不夠 怎麼剛好的事情啊 喂 好啦 剛剛沒有特別注意到 算是我的過錯 我的過失了 等一下我再去 對耶 怎麼會死了一隻啊 為什麼會死了一隻的 是被卡死的是不是 蠻有可能的喔 因為他們怎麼全部都要聚集在這裡啊 為什麼 真的耶 他們為什麼全部都要聚集在那邊 把他們全部都引出來好了 奇怪了 為什麼要卡在那邊 先把他引到上面一點的地方來 然後 我沒有那個方塊喔 我等一下再去把那個下面給擋起來吧 好啦 那這一集的話呢 我們就先在這裡結束囉 下一集的話 我們要繼續的再往那個吸血鬼森林裡面跑 然後呢 我們再拿一次那個純淨血 我發現用遠程攻擊對他們來講真的很有用耶 所以我可能要再去多做一些這個箭矢吧 那這個近戰的話呢 我覺得 近戰對我 來說好像比較不利一點 像剛剛那個樣子打比較好一點 好了 這一集呢 在這裡先結束了 再剩一集好像就會有其他的能力出來了 好像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 掰掰